据说这个是康熙小时候的玩具 玩法就是要把这个木棍取出来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怎么可能取出来呢 肯定瓶子内部有机关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玩法 温馨提示 脾气暴躁的不要玩 不然太费瓶子了 首先我们要用到这个小球 让它滚到瓶口处 紧接着把瓶子倒过来 瓶口朝下 如果横着去 泪趴下你也取不出来 紧接着 我们不断移动木棍 用小球触碰螺母 逆时针方向旋转 这里要不断地尝试 很多朋友可能试了几下 没耐心就要开始砸瓶子了 一定要多点耐心 多尝试几下 只要你不放弃 螺丝就会慢慢松开 这个时候离成功就不远了 它不仅考验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更是极大的考验耐心 这个创意玻璃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做得到和做不到 其实只在一念之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 只要你有信心去做 你就能成功 当你做到以后 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该怎么装回去呢